第五屆联合国中文语言日庆祝活动 1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期间主办方安排了讲座 说话和气功表演等多项内容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武侠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讲座 我们经常把武和侠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 一说就是武侠 当这样说的时候又偏于武 想到武侠的时候你现在想的总是那个打架的动作 总是那个分岩走壁刀光剑影 首先把侠就忘了 而且对武的理解恐怕也不准确 著名的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梁宇生他有过一段话 他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 但是不能没有侠 孔庆东将武侠文化与儒家等传统学说并列 认为武侠文化与一些崇尚武力的文化不同 更强调文化内涵 我曾经接触过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的翻译者 我一个问题就把他们问道 我说请问 侠龙十八诈是怎么翻译的 那我发现不论是这个英文的 日文的 韩文的 缅甸文的 泰文的 他们都说这个没法翻译 我说你是不是就翻译成某种什么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 他说对只能这样翻译 我说你把它翻译成一种打架的姿势 就完全失去了原文的神韵 失去了原文的文化 我说中国人看见侠龙十八授 绝不是一个打架的印象 它是直接来自于易经 来自全部宏伟的中华文化 就是一个中国人看侠龙十八授等等等等其他的武功 他看完之后不会去打架 语言日活动旨在联合国系统内推动文化多样性 以及语言的平等使用